她說她那個戲排完回台北 然後等我媽媽走了 因為那時候我媽已經癌症 她說等妳媽媽所有的事情都辦完了 我們就離婚吧 什麼時候開始覺得有後悔的念頭過 當她知道她的存款只有三塊錢的時候 誰存款三塊 你老公啊 我老公啊 三塊啊 對 我嫁給她之後 因為我是因為 因為懷孕 然後所以我就是我們後來決定 她就決定就是要 就是我們兩個要結婚 然後決定要結婚 我發現她存款只有三塊的時候 欸 這個 我就想說天啊 三塊蠻難的吧 我想說這種樂透嗎 怎麼會存款只有三塊 她就存款那時候真的只有三塊 我就真的硬著頭皮就認了 哇 對 那時候已經嫁了後發現了 嗯 嫁了之後發現 然後就發現她的那個經濟壓力 真的很就是很可怕 因為有小孩小孩就是要來 她那時候不是偶像團體嗎 怎麼會這樣 可是那時候已經解散了 我跟她在一起的時候是她就是 大概知道最 應該是她人生最低潮的時候 因為她以前是偶像團體的時候 有達到就是太空梭去 那她也很快的就就是很 沒到幾年她就 因為團員解散的關係 所以她們她就也掉了 那掉了之後呢 她也不是通告藝人 因為我老公不是一個很 講話很厲害的 她就是悶悶的巨蟹座的人 講話就是悶悶沙沙的 然後所以她通告也不多 然後因為她是團體 她也沒辦法去接商演 因為商演就是要她們五個人 可是她只有一個人 她也沒有辦法一個人去唱放手 所以她那時候也沒有工作 然後拍戲也沒有人找她拍戲 因為第一個她不會拍戲 所以她有一段時間是完全沒有工作 每天在家就是打電動 那她打電動的原因 然後那時候妳是懷孕有小孩 對 因為她那時候打電動是 她不想要去想她沒有工作 她沒有辦法照顧我這件事情 所以她那時候就每天打電動 那我那時候就是壓力很大 那好不容易就是因為我可以上通告了 我那時候就拼命的上通告 就賺家裡的房租啊一些開銷 然後可是因為那時候我媽媽剛好癌症 然後我又要照顧小朋友 然後就是老公那時候也不在 後來她就是因為經紀人就覺得說 那妳沒有辦法去演戲 妳要不要先去就是演舞台劇 因為舞台劇就是磨練她的 就是當演員的反應啊 對 然後那舞台劇就是 因為舞台劇錢不多 那妳要花很長的時間要去排那舞台劇 所以她其實長時間基本上是不在家的 所以我那時候一個人要照顧小孩 然後要到醫院照顧癌症的媽媽 所以那時候就是 兩頭燒 然後我她看到我就想到錢 我看到她就覺得很煩 對 就是心裡那時候頓時我覺得很不應該 可是我那時候頓時看到她就覺得說 妳怎麼可以這麼的不爭氣 對 就是我已經這麼累了 然後妳還就是要這樣子對我 所以那時候一回家就是吵架 一回家我就說妳為什麼不 不兼職找一個什麼工作也好 然後她說我現在是藝人 然後我雖然沒有工作 可是我去找工作也很奇怪 她拉不下那個身段 對 然後所以那時候我們就吵到 那第一次很嚴重是吵到真的要離婚了 她說她那個戲排完回台北 然後等我媽媽走了 因為那時候我媽已經癌症 她說等妳媽媽所有的事情都辦完了 我們就離婚吧 我們那時候都講好了 小孩要歸誰 然後她 她要搬回去哪裡住 她那時候也跟她媽媽講說 她要跟我離婚了 然後只是等我 講好都會變啊 妳應該浩宜就知道了 他們講好18年了 可是後來我老公是因為發現 她覺得我怪怪的 她覺得我怪怪的 然後她又覺得我怎麼就是會時常 就是沒事我手會抖 然後我忽然就是跟她吵架那一段時間 我是一個半月 我原本五十幾公斤 我忽然收到四十幾公斤 然後我去抽血檢查才發現 我是得了腳踏腺抗徑 是真的有些出了狀況了 對 然後醫生 然後我老公陪我去嘛 然後我就跟醫生講說 我為什麼會有腳踏腺抗徑 她說我想知道妳 她就說那我想知道妳壓力是不是太大了 然後她就說妳有什麼一些壓力嗎 然後我那時候就是邊哭邊講 說我媽媽的癌症 因為我媽非常非常的疼我 然後我說我媽媽的癌症 我說工作壓力多大什麼的 然後醫生就看著我說 妳身體沒有辦法負荷妳給的壓力 所以妳才會得腳的先抗徑 她就看著我老公說 妳要適時的把一些壓力要往自己身上來 她說女生 因為醫生說女生都會 女生很會吞啊 女生很堅強很會忍耐 她說其實妳老婆撐不住妳不知道嗎 所以妳老公發現其實 那時候才發現妳已經到頂了 對 所以那時候我老公才 才驚覺說 她真的疏忽了 她其實她說她是逃避 她不想面對 女人很會忍耐 男人很會逃避 對 是這樣嗎 今天是唯一男性代表 就是她會選擇不去面對 不是逃避 她是不要看到 不去面對當作沒這回事 她不是不想解決 但是她現在不知道怎麼解決 她不知道解決 所以她就選擇 就是不去面對 但是她那時候看到 原來我 就是給自己壓力這麼大 然後這麼的 過得這麼的辛苦 所以她那時候就是 我們回到家 然後我哭她也哭 她就是哭了道歉 她說她真的疏忽了 包括我媽媽就是走的時候 我每天都是一個人待在家裡 因為那小孩 因為我要幫我媽辦後事 小孩是婆婆先接回去 因為我要處理 她才知道說 我每天在家裡 一個人都在家裡哭 因為她不想回家 然後後來才知道說 我因為這樣所以我生病 對 所以那天之後抱在一起哭 和解了 抱在一起哭然後她就 她真的是不是180度 她是360度的大轉變 她就是會去面對就是 我們現在經濟壓力大的這個問題 然後會很很 就算她真的沒有辦法 可是她會就是很誠懇 至少她是陪在旁邊 然後會盡量幫我分擔 所有的事情 她以前是 她很大男人主義 因為她原生家庭的關係 她的爸爸就是負責賺錢 所以她不做家事 可是自從內施之後 她會幫忙開始洗衣服了 哇 開始拖地 然後開始洗碗 然後做一些 她以前從來不會做的事情 感覺男孩也長大了 我那時候就覺得說 她長大了 真的 就是她 她肯面對 所以我覺得其實那種 夫妻間的態度很重要 其實問題都在 問題沒有改變 但是她態度改變 你看她剛剛從這個後悔 變成不後悔 對 因為她變了 對 其實經濟的壓力 還是一樣很大 我覺得女生 她要的不是你賺多少錢給她 對 要的是陪伴跟關護 還有我們一起 對 有人在支撐 再難過的關我們都可以對 對 其實我老公 就只是拖一個地 我就覺得就是 我會賺更多錢 就是如果現在是以我 我是經濟的支柱 我會覺得說我會賺更多錢 而不是回到家她去 她逃避 然後就是一直玩 一直打電動 雖然她在家裡 可是我覺得那個氛圍 跟那個感覺 會不一樣 好 好 謝謝 謝謝